诶 台湾的房子好贵啊 Ben san 有没有便宜的房子可以介绍啊 虽然我不是不动产仲介 但真的刚好有一批便宜的房子 哦 多便宜 几百万台币就可以买了吗 拜托大家不要让台湾的高房价限制了你的想象 不是几百万 是零元 零元够便宜了吧 这集我们就来聊聊在日本也备受讨论的零元物件 这里要先厘清一下 零元物件可不一定都是事故物件哦 事故物件也称为心理瑕疵物件 因为某些原因造成居住者心理上不想要居住在这里 包括非自然死亡或是需要特殊清扫的物件 这些在日本买卖不动产的时候 只要买方询问不动产业者就有回答的义务 如果没有据实回答 后续是可以对不动产业者进行损害赔偿 甚至根据宅建业法 可以一时停止或取消业者的宅建执照 但事故物件是另一个题目了 今天要讲的是零元物件 如果大家真的不放心 给大家报个有用的 是不是事故物件在网络上马上可以查 大导网站 在日本很常被用来确认 诶 Ben-san 这不对啊 又没有事故又没有怎么样 哪有人会白白把房子送给别人 没问题 大家自己查查看 Minnano Zero-end bookend 翻译过来就是大家的零元物件 网址是 Zero.estate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零元物件 包括台湾人很喜欢的北海道和口湖 甚至是东京都范围内都有 受过了台湾的高房价吗 免费的房子要不要考虑一下 其实像这个零元物件的网站介绍 我也是偶然在日本的财经类新闻节目看到的 从住在日本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收看日本这些深度分析的节目 常常带给我很多新的商业灵感 因为工作常常需要加班 所以很难固定时间在电视机前观看 我都是付费支持这样的内容 然后在网络上观看 现在因为回来台湾 即使我还在缴钱 但因为地区锁定而看不到 包括很多日本的YouTube影片也都有地区锁定 这时候用Surfshark VPN帮我轻松破解区锁定 像在日本的时候一样 看到想看的内容 当然不只是日本 也可以轻松切换到其他100多个国家 实在非常方便 年底是各大品牌进行促销的时候 有些商品不在当地是买不到的 还有很多网站的价格会根据IP位置 浏览还有购买历史有所浮动 这时候稍微改一下IP 很有可能取得更便宜的价格 甚至购买机票和饭店都有可能哦 现在点击本频道的专属连结 或输入优惠代码 Benção JPN 就可以获得一档优惠 还多送5个月的免费使用 如果使用上有什么在意的地方 30天内也可以全顿退款 欢迎大家试用看看 那问题来了 怎么会有人傻到把房子送给别人呢 拜托 他们才不傻嘞 我这里要小声的说句话 因为我知道这句话一定会引起争议 其实你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你的房子 我知道这时候很多人会跳起来了 Benção你越说越夸张了 所有权状上面写的就是我的名字 怎么不是我的 大家别急 先声吸口气 比方说我们去买一支笔 买了以后我要用 要卖要送人 还是要放在我的桌上 放10年 政府都不会来管 大家有听过每年还会收到通知单 要缴原子笔税的吗 不过房子就不一样了 权状上的名字是你的 房子也是你的 但你买了以后 自用每年还是要缴税 要卖要送人 都要缴各种明目的税 也就是说 虽然形式上看起来是买了房子 实际上每年都需要缴税 来延续你对这个房子的各种权利 其实就像是跟国家缴租金一样 只是国家把这些租金叫做税 就算是这是你的房子 你也必须要缴这些税 我们台湾因为课税的税机 包括地价税的公告地价 房屋税的房屋平定限值 都严重失真 根据中山大学政经系 李明轩教授的研究 台湾实质有效税率 大概0.12% 所以在台湾感觉不到买房后的持有成本沉重 但日本就不一样了 日本有固定资产税是1.4% 而都市计划税在0.3%以内 虽然针对新竹 小规模住宅用地等不同情况 有租税的清减 但绝对比台湾有感 更重要的是评估额 对土地的评估额 大概是市场交易价格的7成 而建筑物的评估额 大概是重新建造费用的5到7成 这就回答了为什么会有0元物件 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 日本的持有成本很高 除了刚刚说的税金 今年3月 日本为了减少全国各地的空污问题 提出了空污等对策推进 特别措置法改正案 空污无法适用任何的清减措施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有个日本人 在乡下有个老家 但老家都没有人住 也没有在安全、卫生或景观环境面上做好管理的话 在税制上将无法适用任何的清减措施 说的再白话一点 税额最高可能是一般的6倍 甚至依照情况严重 还可能病科罚金 那你会说 靠价工 空污还会弄到被政府钉上 我找个人管理就好啦 没错 这就是主要原因的第二点 管理费用很高 空污需要定期的进行通风 减缓建筑物的老化 屋顶跟外墙也都需要检查跟修复 还有 台湾很难想象的 在日本很多降雪的地区 冬季还需要进行除雪 这些管理费用都非常非常的高 诶 那持有这么贵 我便宜卖出去不就好了 没有那么简单诶 这就是主要原因的第三点 我们在国土形成计划的那集有提过 日本有850万户的空污 里面试着出租或出售都没有的就超过四成 很多乡下的空污 建筑物老朽不堪 无法居住 要卖吗 大概也只有土地值钱 而且大部分的买家都还要你先拆除建筑物 很多情况是 土地只卖100万日元 但拆掉建筑物就要花两三百万日元 算了算 花两三百万只为了赚100万 怎么算都不划算 所以很多日本人就宁愿这样一直摆着 说回先前这个大家的灵源物件网站 其实运作的原理很简单 要把房子送出去的人在网路上登录自己的物件情报 那大家看到喜欢的物件就上去登记 这个网站只有在屋主主动要这个公司帮忙做斡旋 契约等服务的时候才需要由屋主付费 对于免费房子有兴趣的朋友们 使用这个网站是不需要负担任何费用的 哇 虽然在台湾买不起房子 但在日本竟然免费可以获得心目中的家吗 甚至有些算盘打得快的网友会想 诶 这实在是有够赞的 我先免费收下来 再拿来出租 免费当包租工 不就稳赚不赔 拜托 大家先冷静一下 有三点 千拜托万拜托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第一点 灵源物件不代表免费可以得到 虾密 难道这是骗局 不是啦 先前说过的 不动产转移 会伴随着政府的介入 就会发生各种的税金 主要有登记费用跟税金费用 登记费用也就是跟日本政府说 这个物件以后归变赏所有了 就会产生三笔费用 首先是赠与企业书 企业书上会有印纸贷 也就是印花税 这个是小钱 两百日元 再来是登入免许税 也就是跟日本法务局 做民意变更的登记 是前面说的固定资产评价额 也就是课税标准额的两个percent 这里有人会问 不对啊 都零元物件了 为什么还要课税 零元是买卖双方定的 但政府课税有政府的评价额 这是不同的系统 零元物件 政府的评价可不一定是零元 因为实际计算要考量 土地跟建筑物 还有各种地段 我这边以该网站举的实例 给大家做参考 评价额约194万日元的土地跟建物 算上各种清减 扔入免许税 花3万日元 第三笔 司法书市费用 除非大家有把握自己能办 不然绝大多数的人都会依靠 司法书市代行登记 避免日后的纠纷 司法书市费用 抓5万日币 再来税金的部分 有赠予税跟不动产取得税 赠予税要依照日本政府计算的 赠予财产价值 减去基础扣除额110万日元 得到课税价格 这个课税价格乘以税率 再减掉扣除额 中间的计算有点复杂 但以刚刚的实际案例 赠予税大概是10万日元 税金的第二块是不动产取得税 是以固定资产税评价额 乘以4% 还有各种的清减方案 以刚刚的实际案例 5万日元 所以加一加 大概一开始会花掉 一次性的23万日元税金 当然以后每年还会有 固定资产税 这个记得也要算进去 一般买卖交易 会有不动产仲介介入调查 说明 日本的房仲有 重大事项说明义务 当然了 房仲辛苦的工作 也会有他们应得的报酬 买卖双方的房仲 依照日本法定的仲介上限 可以获得买卖价格的一定比例 不过既然是零元物件 那就没有买卖价格 对于房仲就无利可图 当然 房仲就不会愿意介入 所以包括物件的状况 所在的环境 是不是有各种瑕疵 等等的问题 都必须要靠大家自己去发现 这也就是第二点 需要大家注意的 而这个第二点也伴随着第三点 也就是如果将来打算实际居住在这个物件里面 比起税金 更大的支出 常常会是修缮费用 比方说厨房 浴室 厕所 这些会用到水的地方 日文叫做 通常是最需要修缮的地方 还有就是为了居住的安全 特别是地震带的日本 结构的确认 符合耐震系数等修缮 都是安全上的必须 而在冬季大雪的地区 为大雪所做的结构补强 也是必要的安全措施 还有就是一般的防水 抓漏 隔热等修缮 老旧的房屋 特别是木造 常常会有结构歪斜 导致门关不拢 或是有缝隙等等的问题 日本的冬天 如果没有做好隔热 相信大家的电费账单 会非常有感 所以刚刚说的这些修缮 这里让大家猜一猜 最贵的会是什么呢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 最贵的就是 人工最贵 所以很多选择居住在 灵源物件的 常常是DIY的能手 甚至是专业的施工人员 因为这些如果自己懂得修缮 其实材料费并不贵 真的贵的都是人工 灵源物件看起来虽然很诱人 我们也常说嘛 免费的最贵 这支影片就整理了 各种需要注意的地方 至于想要取得灵源物件来当房东的 可能要好好研究一下 这些物件所在的位置 但我觉得给台湾的启示是 当少子高龄化持续加剧 台湾也会无可避免的进入人口负成长 空污增加的未来 尽管台湾有极低的持有成本 还有极低的空污跟修缮的法律规定 的确很难出现像日本这样的灵源物件 但也因为这样 可以想象台湾未来各种空污 年久失修 带来的景观恶化 甚至卫生 结构安全 和犯罪等风险 仍可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而不动产是不是直涨不迭呢 这个我就不展开多讲了 因为会相信的人还是会相信 讲再多也没有用 一切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最后再次把今天介绍的两个网站 放在荧幕上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 而这两个网站 跟其他相关的资料连结 会放在频道会员的专区贴文 算是小小的心意 感谢所有用理念跟希望支持的好朋友 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 如果觉得这集做得还不错 请帮忙点个赞 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 特别是常说台湾房价太贵的朋友 可以跟他们说 日本有灵源物件哦 而想要移住日本的朋友 如果喜欢DIY的话 灵源物件说不定可以挑战看看 邀请您一起对抗演算法 让YouTube上有更多含金量高的知识型内容 让我们用知识的力量改变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